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忍者无敌聚宝旗的单元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在这边要恭喜我们聚宝旗的会员朋友 哇我们的短播聚才 这个是开红盘以来 二连胜了 真开心 那当然在这边我要请教大人哥了 我们要继续顺着毛摩吗 当然啊 因为国外基金还在场内 对啊 顺着毛摩的话 那我们知道聚宝旗可以带我们抓住这个转折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要怎么观察 怎么样抓转折 怎么样继续顺着毛摩呢 好 德鱼好大家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 新春红盘的那天大涨560点 然后呢昨天就跌了220点 然后今天的话又涨了150点 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有很多一些 有台积电的人会觉得 怎么一天开心一天不开心 然后呢或者说有些就是那种 行情不知道不相信会上涨的人的话 好像有一点点醒了 那你如何从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 跟所谓的国外基金还在场内的方式 去找到现在目前比较适合的操作策略 所以因为大家真的在敲碗敲碗 赶快把我们那个聚保期回复回来 因为前几天我就说 就真的没有讯号啊 没有讯号我就不用特别再另外录一段影片啊 那没有讯号的这样过程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短线上面的过渡期 可是呢如果回归到一个大波段大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蛮多的 期货的操作的美美嘎嘎 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们赶快恢复单 就是那个聚保期的单元 所以上半段你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是古魔力 那现在你在看的是聚保期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快速复习一下 我们常常跟大家讲到一些操作观念 也就是在期货的操盘密码 你回你真的 如果你是在看现在目前景气的人的话 不好意思请你拜托 把景气这件事情pass过去 因为景气永远都会落后股价 你看现在目前的长波段 所有的均线有没有全部都站上了 它几乎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 那个均线多头排列了 那短波段的部分的话 当然走势的部分看起来 需要一点点整理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需要整理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之前已经交给大家的 就是在那个期货散户多空比 那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 请看我的YouTube影片 就是那个大人哥玩股 就是永远跟着反 散户反的做 那过年前过年的那几天 你会发现说 怎么那个散户的空单 一直一直不断不断在做累积 然后累积到负二十几%的时候 啪 喷出去 嘎爆了一些散户之后 然后昨天的那个数字 突然变成正16% 那正16%的意思就是说 散户开始醒了 散户开始乐观了 然后呢行情就跌个200点给你看 我不知道今天的数字是怎么样 可能晚一点再帮大家做更新跟补充 然后呢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真的要好好就是顺着现在目前的行情顺着毛摸 那当然短线上面需要一些整理的过程 所以我也很务实 我也很坦白的告诉你说 既然散户要醒了 那就只好指数先让他这边做一个整理这样的过程 所以你看今天的大盘 应该说今天的期货 高点1是尾盘才创高的 15402 那15400这边的话会是一个 短线上面的一个整数关卡 必须要去做挑战的地方 那低点的话是在15297 也在刚好在15300这附近 就是今天的行情就又被困在 有没有 那100点的那个小区间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你必须要 我觉得不得不顺着毛摸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小区间行情你硬要做当冲 不一定有利可图 那你如果真的硬要去做追高杀地的话 不好意思你又可能会杀在最低点 又追在最高点 那这种就是像你看这边有没有 你如果去追在这边 不好意思你很有可能就是又要杀下来 结果你去这边去做一个杀地的动作的时候 不好意思才会运达上去 然后今天的话莫名其妙尾盘又给你创高 这个一点点 创高大概好像3点还是5点 然后就扒的你搞不好扒好几次 所以我就说我今天的那个 聚保期的封锁一号顺着当中 我们就休息一天 那这就是我们全体会员都一模一样看得到的 这个数据的部分 一模一样看得到的讯号的部分 我这边如果有造任何造假的话 那欢迎检举我 但如果你来看继续看下去 我就说顺着毛摸 得欲问道的重点就是这个嘛 这里就是短波聚财啊 我就说短波聚财就是最近我就抓到 国安基金你的进场的卖动啊 那这边的话就是1月30号 我这边直接帮大家加注这个mark了 做多做上去 然后呢不好意思当散户在做多的时候 我们放空放下来 然后呢这里就有一个小星星 我们做一个获利了结 这里也是一个小星星 我们做一个获利了结 这其实赚不多 这真的赚不多 这个大概100点 那这个大概赚 我记得大概80点 70几点而已 所以精准的帮大家算一下 二连胜 189点 那如果这样的方向的话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 你应该顺着现在目前的 就是长趋势一定是 目前是偏多无庸置疑 短波段的这种 这个走势部分的话 可能就稍微比较整理一点 震荡一点点 那因为最好赚的这一天 就是从这边跳空上来的这一天的话 已经反应过了 那你如果真的有报多单 去做过年的人的话 你这边是一定赚得到的 只是你报多单或报空单 就是一翻两正眼 那我自己起比较倾向 不要做这么高风险的事情 可是从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就请你好好去做掌握 我说如何掌握呢 就是跟着顺着毛毛就可以了 那你该怎么样顺着毛毛呢 其实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 起货财富自由计划 用聚保齐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那我这边的话 其实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到12月为止的 我们的绩效的话 12胜12负 然后1月份的绩效的话 因为我记得昨天有分享给大家过 就是1月份的绩效的话 我只有赚8笔赔8笔 然后呢只有赚575点而已 因为那个数字 其实它就是一个 在行情比较偏震荡 或者是说 因为交易天数比较少一点的过程 所以它的获利自然就没有办法 像12月这么样的量力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 大方向来说的话 其实我也从来没告诉你说 我们天天抓最低 天天卖最高 天天放空在最高点 天天补在最低点 因为不切实际啦 我们还是一样比较属于 那个掌握好所谓的几率操作 用50万的本金啦 然后呢用一口的大胎值 那你就好好的去 就顺着我们的聚保期的操作策略 那用赚大赔小 我再次重申 你就是把握好每一次 就是比方说停损大概在100点附近左右以内 的这样一个部分 可是我可以赚200啊 然后亏100赚200赚100赚200赚200 即使是只有胜率一半 我也可以赚到现在目前行情的钱 我也可以赚到现在目前国安基金还在行情里面的钱啊 所以像这种状况来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你自己在之前在做期货的时候 你是如何去做操作的 可是我做期货很简单啊 就是反正就是顺着目前趋势 顺着现在目前行情 顺着现在目前国安基金在做的方向 然后呢 它要涨上涨的过程之中 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涨得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 因为它就不太给涨 可是在下跌过程中的话就不太给跌 那所以你就好好运用那种短波聚财的策略 其实你就可以那个遭到现在目前的行情 那你要做当初 你也可以顺着我们的丰收一号去做 所以这是期货财富自由计划的聚保期版 那假设如果你有比较充裕的资金 然后呢300以上的资金 同时可以交易五口以上的资金 那你如果跟我说 当然给我100万我要做五口 因为现在目前保证金只有18万4千块 不好意思 可以吗 据收 我直接跟你说我据收 为什么我据收 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做到的是 量身规划你的资金的效率 那你如果你要这种 跟我压好压满的话 不好意思你找别人 因为我没法带这种单子 因为你一个震荡一个风险 你就来想说到底什么 那不好意思 你的心理素质如果不够高的时候的话 我绝对是据收 所以请你至少要准备300万以上的资金 然后请你可以跟着我们做五口 甚至以上的部位的时候 再加入我们清代操盘室实战班 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更充分的理解 所谓的资金跟所谓的配置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我们的清代操盘室实战班 跟刚刚前面所说到的聚保期的 就策略平台这个 一点点小小的差异的部分 你可以先聚保期先赚过 然后赚到300万的时候 再来升级 升到我们实战班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一样分享给大家 那从今天开始的话 我想我们的那个节目 还是会把它拆开成 上半段是古魔力 然后呢 现在下半段的话是聚保期 因为蛮多人就是 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教学啦 操作观念啦 操作理念啦 像刚刚上半段有没有 我就把一些技术分析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也说过了 技术分析 或像是期货跟台股现货的部分的话 它几乎叫做是一通百通 因为你可以透过散户脱工笔 看到现在目前的股市的方向啊 你可以透过那个股票 股票期货结税啊 那这种都是一些 很好用很好的工具跟策略 所以我们之后 还是一样用两段的影片 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 就是上半段那个期货 股票的短波段的操作 一档20% 然后五档分倍赚 或像是 像目前这个期货的财富自由计划的话 都欢迎欢迎用LINE的方式 然后用08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其实期货真的非常的灵活 你可以选择做当冲 你也可以选择做波段 然后呢 它又是多空双向 那你可以用50万跟着大人哥 一口大台纸开始做起 或者是大部位资金朋友 比如说300万以上 或者是同时操作 五口以上的朋友呢 我们也有操盘式的清代实战班 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NE 我们的ID是小老鼠 DAREM888 来跟大人哥直接洽询 那么在股票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最适合的操作策略 大人哥说就是短波段的操作啦 一档呢20% 五档我们直接翻倍站 同样利用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NE 直接私讯大人哥 这波行情呢 就如同大人哥的这个趋势 操盘趋势啊 现在正在 要顺水推舟了 我们赶快进场卡位布局 顺着毛毛继续站下去了 邀请您一起来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EM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